大樓破碎倾倒在地 墙面也出现军裂痕跡 地处断层带的台湾最怕地震 有新建案把二三楼建筑 用隔阵电焊阻尼器 打造一个隔阵缓冲空间 地震上来 到我们隔阵层就力量都消掉 所以我们上部 我们真的上部的结构 其实是吃不到太多的地震力 在豪宅的部分 大概目前就是 就是松涛院或桃柱委员 过宫南院中等级的一个耐震能力 这个是我们传统耐震 这是隔阵的房子 这个轮胎就是它的隔阵器 就像帮房子装上小轮胎吸收阵度 让上层的建物 只会持续左右平行位移 讲求小宅安全 而且就在双捷运旁边 景安站本身 目前就已经是非常方便 环状线通车以后 会成为双捷运站 我们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 住到安全耐震的房子 所以我们就是规划小坪树 那一样有免震的构造 免震宅不再是豪宅才有 抗震系数和施工品质 也成为民众选防 考量重点 三日新闻 蔡敏华 梅凯婷 新北市报道